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妹妹回首陆倩华 感谢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频道 收听妹妹今夜不想睡的节目 我在汉山陪伴大家每个不想睡的夜晚 在每次的节目当中呢 都会跟大家介绍呢 很多很棒的表演 好看的演出 今天要跟大家炖补心灵鸡汤咯 马上上菜咯 您好欢迎光临VIP会客室 好我们今天在VIP会客室当运当中呢 邀请到了这位非常年轻的总监 听起来好像那个头衔好大 但是他真的非常的年轻 他是精实优人艺术总监 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新单位吗 那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 可是他的不能讲前身 应该是说他的母系单位 叫优人神谷 好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呢 就是要叫他小芬 这个就是Burperman的芬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叫小芬 请他自己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们的导演小芬你好 好 小芬 所有人应该问的第一句 有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叫小芬 为什么 对不对 好 是因为小时候觉得注音符号念得不太好吗 是不是 还是这个客家 是不是 对 其实小芬是一个客家话 叫做C4 C4啊 然后在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的亲生爸爸他是客家人 所以小时候他们就叫C4C4就叫到大 那C4其实是就是叫小朋友小鬼头小宝贝 就是有点你这个皮小孩的意思 哦 所以这样子 可是那你反正从小就这样 他长大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这个好怪哦 叫叫法 对叫小芬 因为他的发音不会很好吧 好像其实也不会耶 因为我自己很习惯 所以我身边的人也蛮习惯的 然后我自己其实到越长大 所以我蛮感谢这个名字的 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不管长到多大都记得说 哎 那个里面那个小芬还在哦 嗯 所以对我来说是个很棒的名字 好小芬我们刚刚讲到时候哦 这个你的母系哦 这个优人神鼓哦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个 呃 演出艺人团体了 但是你从小有没有那种压力就 好像就是被指望一定要接班这件事情 嗯 在比较小的时候其实没有 就是在小一点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可能妈妈也没有说 这么大的期望觉得我办法 有什么一番成就或是什么的 可是到越来越大 当我确定是说走表演的时候 嗯 确实是妈妈会开始 她会给你 她认为最棒的养分是什么 然后会尽量想要保护你 不要去做她认为 呃 没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确实少了很多 可以完全自己探索的那个 的那个范围跟空间 那 你说到确定要表演自己这个问题 是从小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家里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那因为从事表演工作 然后很多的小孩就好像自己觉得说 哎对啊我父母从事表演我好像就应该克哨其求 我应该要接下来去做他们做的事情 也许这是一个捷径也比较快速或者是从小是耳濡目染这样子哦 可是自己有没有探索过你 你是真的喜欢表演还是有点半推半就就被逼上这一条路 因为你的小学你又不是在传统的小学念书的对不对 你是比较开放式的那我在想说可能跟母亲是有关系的那种教育方式哦 那可是你又进到锦文 那锦文的你们好像是耳濡神虎是跟锦文是有点类似像建教合作对不对啊 所以你去念了那个锦文的算是表演艺术班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种子学员是总是自己的女儿先要去当那个种子吗 还是说你其实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启发你的表演欲望 还是觉得我真的好像可以走这一条路啊 其实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有兴趣是在非常小的时候 大概是一两岁吧 那到底是不是妈妈呢 有可能是可能也不是 这已经无从算起了 那我其实最最一开始觉得表演好玩的事情是 其实只是让身边人开心 可能我弟弟那时候还在一岁 我大概也五岁多 我就会想要逗他开心 那其实某种程度那其实就是一场表演 一个小孩子在演一场戏这样 然后我是到国中的时候才有那种 觉得我想要当个演员的这种感觉出现 但并不完全是因为我妈妈 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见我妈身为演员的样子 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是在打鼓跟表演 所以蓝铃那对你是不知道的 我还没出生 所以我其实完全没有 她对我来说我一直没有看到她 我从来没看过她演戏的样子 然后那时候决定是 我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快乐 那其他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学科或是体育或是什么的 我都觉得我好像都在跟不上大家 都好像只是顺着这个路走 可是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面 那时候学校有拍SARS宣传短片 我也是演那种很配角配角角色 可是我发现我好快乐哦 就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自在好好玩哦 所以才开始了 有生起一个 啊我想要当个演员的这个冲动 那 但这个事情我在我跟我妈讲完之后呢 就是立马超级回绝就是 你白痴吗这种的 我就毫不care破坏她的形象 就是你白痴吗 然后就走掉了 然后我就 怎么怎么的好受伤哦 她没有觉得说啊太好了我女儿 完全没有啊 我还想说 诶她自己不是以前不是演员 为什么我怎么会这样这样 然后后来 隔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吧 还是她就跟我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走这条路 那你就是从现在开始训练你的肢体 跟你的音乐能力 所以从那时候我开始学打鼓 然后开始上武术课 所以我就说好啊 反正你叫我做这个 就可以表演那我就做 所以我一开始 是对打鼓完全没有兴趣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打鼓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做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后来到了景文高中的表演艺术班 学习更广阔的音乐肢体能力 到大学的时候我想说总可以了吧 已经忍到大学了 那到大学之后呢 她就用一种思想战 这样 她就很她没有逼迫我 跟她说 嗯 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你觉得你在大学 嗯 我觉得你不会找到你想要找的啦 这样 嗯 我建议你还是念音乐系 反正总之 就类似被她说服了 所以我大学其实是念 国乐系的 呃音乐打击 这样 嗯 所以你没有去初中期那一篇 没有没有还没 哈哈哈 但是 就是里面对于表演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 我非常的好奇 嗯 就是我一直很想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表演 因为表演 表演就是假的 到底什么叫真正的表演 然后还有 什么叫做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演员 这些问题在我里面是一直问一直问 然后到我大三的时候我忍不住了 嗯 我觉得我就跟她说我要休学 因为我里面那一颗 想要去寻找的心太强烈了 呃 在现在的环境跟学校给我东西 没有办法满足我的疑问 然后我非常的想知道 演员表演究竟怎么一回事 所以那时候是 在那时候离开 决定要休学 然后也刚好 因缘机会之下 所以我还跟我妈约时间 那时候我妈超忙的 跟妈妈讲话还要 跟她约好这样 拍schedule 对拍schedule 说哎 好妈 我要跟你讲一件重要的事 我要休学 这样 她说哦 休学 是件大事 好 那我们再约一个时间 下次再来讲 好 然后终于约到 排到下一个时间 就好 妈妈该跟你讲了 然后 她听完我的想法之后 她就说 刚好我前几天收到一封 email 是一个以前的行政寄来的 她转寄了一封 在意大利 the work center of Jerz Gwotowski and Thomas Rita 是她以前的老师的 那个剧团的 团员征选性 他们已经很长的时间 没有对外征选了 她就说那 反正你这样休学 你也没事做嘛 那你要不要去考考看 考不考上没关系 反正可能考不上 可是 你就至少有一个方向去准备 也是你 接近你想做的事 所以你妈没有动用人情关系 人情关系 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哦对 我是说 那个学生的女儿嘛 总可以 那个 拜托收一下嘛 对不对 哇 她们绝对不会吃这一套 还好她没有用这一招 不然我大概就绝对不会录取 等一下 你妈也没有教你妈 表演这件事情 你也还是说 你不准备 跟你妈妈学 也不是 其实我一直 我也当时一直等着 只是就一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因为你还没有拍到她的sket job 可能是 然后后来 其实是在我确定要去考之后 那我其实超挣扎的 因为我本来想象是说 我要去旅行 我要去到处 去世界去看一看 我想要自己找到训练身体啊 的方法什么的 可是她给我的这个东西是 因为我想象中就是 天啊 我要在叢林里爬到昏倒 然后 我永远没有任何假日 然后我不可以 我搞不好根本不能去看电影 我是不是就要 我是不是就要被困在一个山里面 然后 然后就一直做这些事情这样 所以我心里面其实非常挣扎的 因为 我才 我那时候才21岁 我觉得我好像 要去过苦心 是在那里子了 我好像还没有 我觉得 也许我愿意 可是应该不是现在 我觉得我还那么年轻这样 然后 离开之后 她跟我讲完说 你让我考虑一下 然后我就离开 然后里面就是 我就想 后来我发现 好像可以 就是 我蛮想知道她们在做什么的 而 唯一知道的方法就是去看一看 然后 如果真的生命中 要我 那就苦心生一下 好像也可以 所以后来就好 我去 结果我 我是那时候全团唯一一个 亚洲人吗 没有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韩国人 我是说 在幽人里面 大家都知道说 诶有一个 Gutati要来考试 可是 就是我是唯一一个说 我真想去试试看的人 然后我妈其实也觉得 蛮奇怪的 蛮讶异 她说 就怎么会是你 我们团里面 比你优秀的人这么多 我们团 对 没错 就是 有才华 比你有才华 比你肢体 应有才华 这么多 可是 可是就怎么会是 你会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 反正就去考了 可是决定去考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 我非常庆幸的 那时候我做了 我就很正式的拜我妈为师 嗯 我就说 我已经确定要去考这个了 我能不能够 请你当我的老师 嗯 你可不可以教我表演 这样 然后是 那一刻等于 我妈封了二十几年的演戏 的这件事情 她才 重新开始了 演员训练 然后 一开始是个别课 到后来有一些 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清幽的 我们就开始一起 嗯 开始做这个训练 她的表演课的训练是 很扎实 呃 跟表演 感觉都跟表演无关 嗯 可是会让你狠狠的剥一层皮 嗯 我 好 有一个很可怕的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 我还有时间分享吗 你那个经验 会不会到你 最后你自己在训练你的团圆的时候的那一招 其实就是可以接到的 对对对 OK好 那我们再问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剥皮 剥皮啊 好 嗯 我在 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嗯 你从小的那种 教育方式来自于母亲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幼儿神谷 给大家感觉好像有点远 远离世俗 然后他们的训练都非常的严格 然后都 接近在过一种苦行生的日子 这样子 那 我就在想说 你 你的教育模式 然后会不会 是导致你 你后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想要去 探索的人吗 你知道有时候 我觉得我们从好到大 我们可能接受的教育 几乎 反正人家讲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好像很少会去 提出问 为什么这件事情 嗯 我说 我是一个DJ 我就是一个DJ 嗯 可是你说 你是演员 你又不觉得你是演员 你也不觉得你是舞蹈家 你也不觉得你是什么 嗯 你 你到底是什么 就我们好像很少会去探索自己 我们到底是什么 嗯 好 你是从小就一直在找寻答案 提出为什么的人吗 嗯 你妈妈应该不会给你任何答案的吧 不完全是 嗯 就是 小的时候确实 我是觉得其实每个小孩子都有 可是你可能记不记得那个时刻 嗯 然后 我很印象深刻 我小的时候对于说 这个生命跟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到底是 是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还是说 我其实我以为我看的这个是真的 而他们 他们这些世界也是因为我的这个存在 所以 所以存在的应对的东西 就像是那种电脑 电脑的城市的还是什么呢 哦 你好早熟哦 我就认为我来了就来了嘛 我走了我就走啦 所以反正小时候我都 我常常会有 我之前印象深刻 我有很多安静的 跟自己相处的 对话 嗯 然后 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 我好像不是只是 反正我小时候其实蛮常觉得我是女巫的 嗯 就是会 觉得算这个 可是 我不会跟别人讲这件事情 我不会说 哎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什么 不是 我有一可能安静的时刻 然后好像 嗯 我知道生命好像 好像不是只是这样 可是在开始 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 这就是关于教育跟社会 这就是关于教育跟社会 你的同才有没有觉得你很奇怪啊 其实是不会 我蛮能够适应环境的 嗯 那我跟同才 他们是 他们在谈论什么样的话题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不会跟他们谈论另外一个 就是 我不会很天外飞来一笔的 嗯 说这些事情 可是在成长的过程 我发现这个东西开始一直被卡 一直被开始 我 我感觉我自己就被开始放入一个盒子里面 嗯 那种开始 对 我就是一个什么 我就是一个有点点傻大姐傻大姐的小女孩 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然后 你也不会再觉得好像有别的可能性 因为这样活得也很好啊 你身边就是很好啊 没有什么这个东西 然后 我也开始停止问为什么 就开始进入国中高中这些 这些学习的时候 就开始 你开始好像变得顺着整个社会的潮流 对 你要考到一个好学校 嗯 这样子归 你要成为怎么样的这个东西 然后 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 然后因为 因为确实有人比你太擅长这些这些事情 然后 又加上 可能当我决定要做表演艺术的时候 因为我妈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她太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对这个不对 这个对这个不对 这个好这个不好 就会变成我整个前半段在走 在找我所谓表演艺术的路 其实都不是真的在找表演艺术 我只是在寻找她的认同 嗯 还有你妈走过的认可的路 认可的路 对 我只是做一个东西然后 哎 妈 你看看我 我好不好 我好 太好了 我好 我不好 啊 我不够好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 那我 我一定不会问为什么了 然后 开始重新问为什么是我离开了家 嗯 就是 到了意大利完全离开家之后 我第一个被我的导演很很骂的事情就是 stop being a student stop being a good student 然后我真的是 因为我的整个成长过程 我就一直努力想要当一个好学生 可是 你叫我不要当学生 那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才是对的 我要怎么样才不会犯错 你叫我 你叫我自己去走自己去看 可是我不知道往哪去 嗯嗯 然后反倒这个过程 然后 没有人再可以为我指引方向了 然后我开始 我开始问 然后 我开始问到底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 我成为了这样的我 为什么等等的 也不完全是剧团 也不完全是妈妈 可是 种种因素凑起来 让那时候的我开始 开始去往内看 想要找到 人怎么一回事 我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喜怒哀乐 可是 却是受制于外在 我想要快乐 可是我不一定能快乐 我不想要再悲伤 我还是难过 可是 我们不是有自由意志吗 我开始这些问题 开始到我心里面 然后我开始看到 嗯 比如说身边的人们 人们不真的沟通 人们 你以为这两个人在沟通 其实这个人 只是看着你 听着你说 他想要听 他想听见的 然后 包括说 他想要听 他不想听见的 对啊 你怎么 这个人怎么讲话那样 可是那可能根本不是这个人的意思 但是人跟人都是这样相处 然后 这一切的这个东西 让我觉得天啊 因为我开始突然间 开始看见了 我觉得好荒谬哦 好荒谬哦 为什么人 人不真的看见彼此 然后 然后每个人都好像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 当一个很大的冲击 其实是我妈跟我继父 就是我在 德国 重新遇到他们 那 他们其实也没做什么事情 只是 就是很简单理念不合 对于 医术的这个东西 然后彼此在争执 只是那个画面让我觉得 人怎么会这样 人好荒谬 人不了解彼此 人不了解自己 然后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顿时我的那种天跟地就 塌了 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天跟地 就是我的整个 生活的下来的那一块宇宙 然后就塌了 就没有天没有地 然后我印象深刻回到我房间 我在那边 我一无所有的感觉 我没有再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依靠了 因为他们都是人 他们跟我一样 他们都跟我一样在生命的路上很努力的追寻 但他们不是我的答案 没有答案 摆在那里让我造钞 然后 我一无所有 因为 所有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我借来的 我的父母 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是我的父母 我在意大利的这个家 我的衣服 我走的时候也只能带走一只 一只皮箱 什么也没有 所以那种东西开始 全部都落掉之后 好像心里面有一种无惧出现 因为 因为你没什么好失去了 你什么 你就是认清我啥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是那一刻我决定我不要再表演 就是 我跟我导演说 我不想要创作 我不想要演戏 因为 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我连我自己是谁都搞不懂 我连我有什么话要说我都不知道 你要表演给谁看 我表演给谁看 而且我要说什么 那我说什么都只是为了证明我自己而已 所以我 我不要 然后我是真的问过我自己 因为我从小都在舞台长大 我非常爱舞台 舞台是我的生命的全部 然后问我自己说 我说小峰如果 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能上舞台 你可以吗 这样 然后 我很认真的去听我的答案 答案是可以 就是 我真的可以 放掉这些东西 可是有趣的是 反倒当我不再 需要他的时候 好像我可以再回到舞台上 可是 可是 没有他也可以 因为在生活中 没有舞台 我还是一个人啊 我还是可以活着 然后 这个契机 导演就说 但小峰 要是你不做表演的话 你当然就不能待在剧团里面 你这个 所以后来 他就说 做一个作品吧 做一个你最关切的主题 我现在最关切的就是我想了解我自己 我想了解人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连我自己都不懂 他说那就做这个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的发展作品 就从这一个点开始 我就开始去找人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我从往外找 去找到苏菲的诗人 卢米说的话 去找到泰戈尔说的话 去找量子力学 去找科学 去找物理 去找心理学 到底人是什么 然后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找 最后再回到 人是什么 从我里面去看 应该是关照内心的 嗯 对 所以他是从那边发展 OK 我们先来收听一首歌曲 待会呢 再来跟小芙来聊一聊哦 她的人的进化实验室 她到底找到了没 那这位是小芙 青年 金石优人的这个艺术总监 那她也是即将在12月的时候 有一个作品 就是她怎么样 探设人 Dr. Miss 人的进化实验室 她刚才说 其实这个应该是你在 你的老师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那你就干脆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吧 对不对 那这次算是进阶版 好 对 我在 网络上面已经先看到一点点的那个预告 好 那 回过头来前面讲那个跟你妈妈给你的训练 这个是 你知道我觉得那个 那段有点残忍 你知道吗 那个 有一个学员对不对 然后 你希望他 可以对自己讲一些话 对 好 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就那个学员感觉他是一个很 我看他的外表 我们就看人说先观看外表 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点是那一种 说是孤僻也可以 说是孤傲也可以 这感觉就是有点力群所济于 没有什么朋友的人 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当你这样子 叫他讲出他 他自己心里头的话 或是他想要对他 自己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这样子说 天啊 我觉得那种剥洋葱剥的好残忍 你也是这样被剥过洋葱的吗 其实 不一不一样 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东西 对于 他经历的这个这个事情我想 稍微讲一讲 其实因为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状况 完全不一样 在一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为了说 我们好像就是 要把你剥到底 要揭露 揭露你内心脆弱面或什么的 并不是我们 这不是我们的主旨 而我们只是在 这是 这是一个一群人一起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在帮助说 去看见 你到底 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 你里面会不会有些样子是 连你自己 都不认识的 然后 你在生活中 你最卡住你的课题 可能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生命中一定有 那个卡住你的课题 可是你身边的人一定 不知道 对 常常是身边的人都知道 可是身边的人有时候会觉得 你一定也知道不告诉你 或者是觉得 跟你讲了你也会生气 可是还有一种 大部分其实我们都是戴着很多不同的面具 我今天面对你的时候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具 我面对他的时候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具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带了几百个几千个不同的面具 在面对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情 可是那个面具的背后 其实你揭开面具的时候 那个 你好像有时候仿佛又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有点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那种感觉 对 可是他就不是很真实的自己 对不对 然后所以 然后我自己在整个过程中 我对我自己 我最主要的一个事情是 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看见每一个人真实的样子 而不是看见我想看的 或是看见他想让我看的 这是我对我自己在工作这整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一直带 因为这就是我开始整件事情的很主要的核心 就是我不想再看见那个假的了 今天有一个人骂了我 比如说那个 这个 古皮男帅哥这样 古皮男帅哥 他就 他对我也是非常的 就是封闭跟关起来的 在我们平常的相处中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非常难相处的人 可是我知道 如果我就停在这里了 他是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据点 他就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不会再接触 然后我在遇到十个像他一样的人 我就他们就一样 对 可是 如果我知道他很难相处 而且他可能很不愿意靠近我 因为他靠近我 他可能会被他看见他真实的样子 可是我知道他里面 他可能只是一个受伤的人的时候 那我就愿意在这边一直等 所以我从来 所有的这些训练 我都不是强迫的 都是 全部其实是自愿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一场 接下来做的事情 可能会帮助你 看见自己的不同面向 你准备好了吗 所以那一天就是看谁 举手 说好 我今天想要做这个 勇者之路 那我们就下来 大家先一起讨论 他的问题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 他可能在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 这个人很谦虚 可是这个人很谦虚的背后 可能是因为 他有一种骄傲 他觉得他不该骄傲 那个人很骄傲 那个人很骄傲的背后可能是 因为他有个自卑 所以他必须用骄傲的样子称起来 然后我们可能只是 这些 当你安静下来都可以看见彼此的那个样子 可是那个人他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就开始 给他一个环境让他自己去找 因为他说的那些话 我也不能够强迫他说出来 我只能够 我只能够给他一个环境 然后这个环境一定是让他觉得够安全的 因为当一个人在他觉得不安全的环境 他一定会那样 所以他完全 每一个跟我工作人都知道 我不会评判他们 我不会评判说你好你错 或是什么的 我只会在那边一直陪你走这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不用担心在我面前揭露 他自己觉得很丑的样子 或是他觉得他自己很怎么样 因为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差别 我怎么看你都还是一样 反正我就会在这里 所以他们 这是透过接触才有的 那他们有这个信任之后 他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去找去看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这么激烈 可是他刚好经历了这样的方式 有的人可能是 是很 很思想上很短的 有一个男孩子他就是 他面对权威的东西很不能够就是臣服 这是他生命中很大的一个 一个课题这样 他平常都很好 可是只要遇到这种感觉 他就会 立刻就是俩起来这样 但他好像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看见 这是他 可能最核心的一个点 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跟他工作就是 你现在去写一张A4的纸 什么是臣服给我 他就说 臣服我不需要我写A4的纸啊 我说对我知道不用 但是我就是要你写一张A4的纸 臣服给我 我自己心里面心跳跳超快 因为我知道他在这边超不爽我的 可是我知道 好严厉的老师 可是我知道 只有这样他才有办法看见 所以我说 但是我就是要你这么做 然后他就 他就走掉了 所以他回来 我写完了你要看吗 我说我不用看 然后 我们就真的开始了 我说 所以刚刚你感觉怎么样 我刚刚感觉很不爽啊 我说很不爽 他说很不爽啊 我就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过分 我说嗯对 我们就一开始一起去找 啊就是这个点 所以我不是他们的敌人或是什么的 可是 可是他的方法可能就是 也许是这样 晓峰你在这个作品当中 你的那个Dr.Miss 现在你的那个是在讲迷思嘛 对不对 好 是吧 嗯 其实 那个 在讲人的迷思这个部分吗 不是不是 实验 应该是说 那个Dr.Miss 应该是说里面 我们翻成迷思 迷思博士 是思想的思 对 但是 我里面其实 名字我故意取这个Dr.Miss 其实有很多 一起在里面 包含他 他其实是一个 科学家跟女巫 这个 嗯 这个这个博士 这个这个本人 然后 他在做这个关于人的实验 其实是看见 人到底 到底怎么一回事 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过程这样 然后里面透过 一些不同的方法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 到底怎么一回事这样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的那个 那些的部分哦 是他是在你的训练课程之一 还是说 你希望你 你所有的团员 他们其实都要先学会 认识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是 怎么回事 还是说 其实这次在你的表演的 内容之一 你们要呈现的内容之一呢 其实主要是训练的过程 最主要是 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到说 我们做再多的 戏剧声音训练 也都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一出 从人身上长出的戏 如果你里面的那个人的 可以说是品质 还卡在这个地方 你还在对眼前的这个东西 那么纠结不放 那我们就只能做一场 这样的戏 因为我们不 我不做假的事情 可是如果跟大家的机会 如果你可以长 长到不同的样子 你就可以开始说不同的事情 那这是 需要一个人的存在品质 先改变 我们才可能做的 你要先质变就对了 因为不然 不然你就只是在演一出 假的戏 可是我们在讲的是 你的故事 人的故事 你不可能做假的 所以我其实非常挑战的实验性是 我不知道他们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从开始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最后12月 他们到底长 长好了没 也不是长好了没 就是到底开花了没 还是说其实还埋在土地里 可是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他们此刻那时候的样子 可是人很容易隐藏啊 是 对不对 他就算在训练 你叫他讲这些 可是我觉得他到时候 他还是把自己是隐藏起来的 那他不是一个真实的自己 不是吗 这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没有 他们本来是 本来超隐藏的 可是我自己觉得 是因为这是一个 一群人一起工作的 然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只是某一档演出 大家一起来参加 应该没有办法 可是他是这群人 每天生活在一起 他们从早相处到晚 都会不够被对方烦死 你很腻的要命 然后你们一起工作这件事情 所以不会是说 比如说那个男孩子 他今天经历完这个之后 他觉得天啊我这么打开 然后回去他面对他的 家人朋友 然后他要再穿起来 然后因为不用 因为所有的人跟你一起经历你的样子 你不需要再去假装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都看见了 我们都看见了 到底你曾经长什么样子 所以是因为 所以在这个整个团体里面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可以非常敞开 我们有个团员有时候对我不爽 也是直接讲 可是我们都知道 我 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因为 怎么讲 我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 我是你导演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直接说出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 在这个团里是一个 非常非常敞开的环境 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小弟他就说 有一天就大家开始吵架 因为事情然后就爆起来大家吵架 可是其实非常棒 因为你就可以开始看见 你为什么生气 这是我们常做的事情 好 生气完之后 我们来看 为什么生气 到底因为什么事情生气 然后有个小男孩 他不是involved在里面 他就那天非常开心 大家在那边 几个人吵在那边 吵完之后也有哭 哭完之后我们就看 为什么难过 是不是你生命中 每次遇到这个都会难过 对 你觉得不公平 那个男孩就笑得很开心 我说你在乐什么 他就说 我觉得这个团体好棒 我说很棒 他说对啊 我觉得好棒 我说什么很棒 他说居然 居然你可以不用假装 你没有不高兴 你可以不用假装 你不这么想 你可以真的说出来 而你不会害怕 你说出来之后 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 你可以 居然可以在这里面 这么直接的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是因为 有个团体的帮忙 所以这件事情才有可能 做到像现在 他们这个样子 可是小偷我问一下 就说 比如说你们经过 这样子的训练完之后 那么比如说 像顾兵来什么 他可能在当下的时候 他把他某一种的 心解情绪 他可能疏解的释放了 可是这样子就 疗愈了吗 没有 对啊 绝对不会是这么快吧 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不可能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训练 我们后来大家自己都说 那其实像是一扇门 很像一扇 我们就叫它 勇者之门 然后这扇门只是 透过这扇门 帮你去看见 你可以说你这一生 或是你此刻的课题是什么 有的人课题也许是 就是帮你去看见 你要完成的功课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的路 就要自己走 因为你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还是会再继续发生 你觉得难过 你觉得快乐事情 一样都在发生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在他们再来的时候 看见你可以怎么样 去面对他们 怎么样往前走 所以我们可能给你 给你了一个暗示跟提示说 诶 这就是你的功课 所以在下一次 那个男孩子遇到权威的时候 他可能就知道 来了 就是这个功课 所以他就不会再 继续说 可恶 他又一样什么 当然还是可能会掉回去 所以那接下来的路 就是每一个人 到底怎么走这个路 训练只是其中一个 帮忙发现的方式 你怎么好像心灵舍掌课 不小心弄得很像心灵舍掌课 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如果 其实你自己到底找到答案了没有啊 因为你要带大家找啊 可是要相对你自己 你自己leader 你自己导演 你自己都已经寻找到答案了吗 当然啊 那其实 找到答案 它不是一个 就是它不是一个答案在那边 然后你这样到 它不是 它是一条路 所以对我来讲 继续往前搜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路 然后你可能走在这里 跟走在这里 跟走在这 但是我很知道 我在这个路上走 你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个很清澈的 我说答案好 就是出现觉得 对 就对了 我好像找到方向了 因为坦白说 你又不是 你应该不会是要继承 优人以后 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嘛 你等于要自行 走一条路出来嘛 所以我说 你 那你现在这是你 完整的 虽然是第一个 呈现的一个大作 出来的时候 这将来会是你 你就一直要走 找这个方向的方式吗 绝对不是 这样讲有点点有趣 但是 我并没有准备要打算 就是一辈子当一个导演 或是当一个演员 或是什么的 我没有任何 我没有任何 我想要再达成 我生命中什么目标 真的 真的没有 以前有 可是现在真的没有 那现在我就是 来到我面前是什么 什么事情 然后我看见 我看见了我跟他的关系 看见了这个脉络 这个流 那我觉得我要follow的话 我就跳进去 所以像这件事情 也不是我拟定说 我经历要怎么样 它也就是 它就像是生命一样 不断地发生发生 所以如果明年 没有要打一出戏 我是做一件别的事情 我是去盖一栋房子 可以 那我就会把这房子盖得 因为我在 我在过我的生命 演一出戏跟盖一栋房子 都在过我的生命 那我就会用活着的 就是完全活着的方法 去盖一栋房子 这样 所以意思是说 你下次再来接收房子的时候 是一个建筑家了吗 房子是个举例啦 这样 有可能就告诉我 推出一个什么建筑 对啊 我们现在有一种房子 是完全可以结合 这个有机循环的这个方式 那在这里面 所有的电力跟排水系统 都是自给自足的 好来 我们现在收听一首歌曲 待会再来跟小芬 来聊一聊哦 这个 我正想说 有没有用鬼灵精怪 来形容过她 可是我在观察她了 到现在 会觉得 她好有趣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小芬 她们即将在12月的时候呢 有一个 DOTOMIS人的 进化实验室的演出 你希望大家去看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而且我觉得你的设计 看起来好像又超有趣的耶 怎样 不同的选择 会看到不同的答案是吗 是的 你刚才叫人家 要买多少个趣味 没有啊 你看到的 就会是你需要看到的 没看到的 就像生命中一样 你不需要看到他们 所以我昨天看到 你这逻辑好有趣哦 对 我们其实人都是在不同的选择 因为我们有时候选择的 比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要错过 但是为什么不选择A啊 也许A的风景更漂亮 对不对啊 也许A的路对我们更好 可是常常就是我们都在 历经很多很多的选择 想说玩那个纸条游戏 有没有 走A 然后就开始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 然后我心想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设计 你这样子 你就是 你自己选 反正你就进去哪个选择嘛 选择了就看到了不同的答案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从 我其实希望观众来的话 是带着 嗯 怎么讲 也不需要带着任何东西来 然后常常 你是说 他如果是个迷失的人 他需不需要来 不是 我怎么讲呢 就是 常常观众在看戏的时候 我就常常会问到说 你们这个戏到底在做什么 当然了 为了我们行销 他们可怜的人着想 我还是要想办法 说出我们的戏 在做什么这个东西 不然他们太可怜了 嗯 不知道怎么宣传 但是其实 到底 为什么需要说这么多 我们总是 你决定去看一个未知的东西 你还想先把它放进一个框框里面 嗯嗯嗯嗯 你还想先知道说 它到底是什么概念怎么样 然后再去看它 可是 它明明就是一个未知的东西啊 所以 其实我想创造那个空间是一个 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空间 嗯 我希望可以也许藉由这个演出 也许就一点点也好 打破观众那个脑袋的 认为的 对跟做 认为的说 事情好像这个样子 因为它不是 它是一场演出吗 搞不好也不是一场演出 就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回到那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样子 那常常很有趣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例子很震撼 我们说这个东西叫蓝色 因为那个牛仔裤是蓝色的 嗯 可是有谁知道蓝色是什么 嗯嗯 我们知道蓝色的字跟音 跟我们知道牛仔裤是蓝的 海是蓝的跟这个 可是 因为蓝是这么抽象 它怎么可能被匡泛呢 嗯 它怎么可能被 我们这些狭隘的语言 去匡泛了它的存在的价值 因为 蓝是一种感受 蓝是一种声音 蓝是一个 好 讲得有点太厉害 可是真的 你在否定买科 回去 回去买科 哎 你就把所有的定义都要颠覆掉了 嗯 我只是 当然这些还是很重要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你一定也需要他们 可是常常有时候是因为这样 我懂你的意思 你会看不到别的可能性 因为 你就只看到了它 就是说蓝为什么是蓝 对不对 它为什么不是白 嗯 因为就是我们给予它的意义嘛 可是它也许它自己本身 它是什么样的意义 对 它还有 它也许有更广阔 每一个东西它其实对我来讲 都其实就代表整个宇宙 可是我们把他们现在这个拟出了你要这个样子 对对对 就看不到了 所以 我们把它硕形了 没错 所以很希望也许来看的时候 嗯 先放掉 就是先不要带着那个脑袋来看 嗯 先 先就是带着一个 啊 只要带眼睛来 对对对 对 就是 你来了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 你如果 而且我觉得来看的人也是 你一定有某些缘分你才会来 嗯 因为也不会是全部人都需要来看 也就是 你这样子人家怎么行销啊 哦 没有没有 这就更有趣了 那来的人 就是为什么会来的人 当然行销还要尽量宣传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刚好是需要来看的人 这样 嗯 但是对啊 到底为什么会相遇 我懂 嗯 对 对 对 没错 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其实都是有缘分的 对 希望我们两个今天会相遇也是一种缘分 多么难得啊 对 这一堆人一堆 居然还有某一刻的时间 我们可以就在这边这样 有个愉快的对谈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也很相信这种啦 真的你说 他到底有的时候 我们常会把自己给框在一个框架里头 然后或在一个舒适圈里头 我想从一场定义来说 你也许真的就是 感觉就是应该算是在一个舒适圈 然后有 有可能 感觉上一般世俗认为说 反正你的 你的妈妈都已经弄个幼儿神骨 那么自然 反正你就理所当然 就在你不接 你不做表演 你做幕后 去管总监之类的 那也都是一条很舒适的路 对你来说 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路 可是你却不想要走这样子 理所当然的路 你觉得你想要开创一个新的不一样 所以以后这是一个副品牌二吗 现在还不知道 还是怕你妈听到 不是啦 其实也不完全是 到最后我发现他们其实 其实也没有真的分别 也没有真的说这个金石跟优 一定要做什么很不一样 其实终归这还是优人里面发生的事情 只是我觉得我的回来 来到优人 只是开启了优 不同的面向 因为我回来那时候我就讲 我是先回来先说 我不要打鼓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我要打鼓的话 我就立马被放到 你打这个鼓的solo 然后我就永远被卡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我就先说我不要打鼓 然后他们就讲 那你不打鼓能做什么 所以我是因为不打鼓 我才开始有机会可以 做不打鼓的事 可是之后要回去打鼓也可以 就现在的我 你要回去打鼓 我可以打 而且我还很能打 但是那个已经不在 我不会再被这东西限制了 你不受限了 对啊 我知道我可以 在这个地方 长成我该长的样子 这样 对 所以你也希望你每个认识的人 或者是说 在你们 坚实里头的这些比较青年军 你 应该是说最重要的 我觉得不是作品的演出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要很 真实的问自己 你找到自己了没有 嗯 是不是 应该是 我觉得这样找到会太巨大 应该是 认识 嗯 对 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 这样 这个问题 好深的课题 有了 今天是一些认识 大家可以想一下 对啊 没关系 还是 通常的认识就只有 出生年月 是星座学习 我是双子座 79年次 大家好 一般之后就是很粗浅的认识 因为我像 我真的想 对 我们好像 门星之后 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了吗 嗯 对啊 一般 真的不太会具体 这么 这么想 所以我说 你真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 特别的孩子 但 走一条跟 不是家人帮你铺好的路 走想想自己想走的 你知道就像那个 明华园第二代也是 嗯 他们也是自己 有一个青年剧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做儿童剧 嗯 他们也没有做 客载戏的部分 这样子 我就觉得 其实现在年轻人 有自己的想法 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 做家里传统的 大家认识上的事情 这样子 嗯 那 这次的演出 在12月 好 12月15到18 在 松烟的多功能展演厅 嗯 嗯 嗯 你旁边就算是跟你比赞 你说怕你一讲讲 大家又忘了 怕我赶错时间 怕大家说 你要有迷失 或迷思的人 才来买票 没有 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去 看看不同的表演 然后呢 也许从 嗯 别人想要给你的 答案当中 他也没有给你一个 正确的答案 坦白说 其实他就是让你 自己去找答案 我就说就像 你知道我们看 我以前都讲说 我就看电影 我喜欢看那种 开放式的结局 嗯 没错 对不对 我不要你给我 答案的结局 因为那个不是唯一的 那个 对 我喜欢开放式的结局 就是说 每个人看的时候 答案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领略在心中 同样我想 小波也是 他觉得 我告诉你 你走进来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给你 什么任何的答案 这是你看到的东西 那你可能在自己心里头 啊 反处一下 想一下 嗯 然后你可能会获得 什么样的东西 他对你有个 什么样不同的 对的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我应该还不错啦 很棒 超棒的 只是我怕我们深夜 会不会太严肃 不会 不会吗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人其实都是 不断不断的在探索 我们今天并不是一个 心灵成长 可是我们其实是在 回归介绍 这个是一个表演啊 对 是演出哦 这个是 达特密死人的 进化实验室 然后呢 现在在网站上面 YouTube上面 有一些些 他们的片段 可以搜寻 或者他们在训练过程 如果你也很想 被剥洋葱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自己做 听晚上看一下 就觉得还蛮有感触 而且我会想说 哇你这个导演 是宇宙无敌 太残忍了 我是又温柔 又残忍的 我是非常非常温柔的 看得出来 好来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这个小佑呢 小夫啦 这个来跟大家介绍 他们在12月的15号到18号 松山文创园续多功能展演艇 这个售票是在哪里 两厅院的那个售票系统 两厅院嘛 好 大家可以上去了解一下 但我觉得你们应该 真的先去YouTube上面 去寻找一下 直接打那个达特密死 对 对 进化实验室 对对 打那个 就可以看得到一些 而且她自己有介绍 她为什么叫小芬 好可爱 然后笑得很可爱 这样子 很有趣的一个女生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 谢谢